是拍了著模之後 然後我不是到日本電影院做宣傳嗎 嗯 我在Meetown的出差 跟我朋友們就是我一群日本朋友 因為我本來就是一群日本朋友 你上次我去日本那一次嗎 是我去日本那一次嗎 啊我們兩個一起在日本電影院碰面那一次 對嘛就是我跟你然後我們去那個著模的首映嘛 然後你有介紹你的日本朋友給我的那一次 記不記得 對對對 你在那時候認識他的 對但是我們就是那一次首映會的隔幾天 那我有看到他嗎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們是私下聚會 我知道那邊有一些是後來的 後來我沒去的那一次嗎 我們是私下聚會的時候他來的 然後我們就認識這樣子 對然後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怎麼樣就是 認識然後他知道我就是一個台灣拍電影的明星 然後在日本上映這樣 然後我就回台灣繼續念大學了 對 然後我能講那麼多你的故事嗎 反正他是日本人他也聽不懂 沒關係啦聽說他不學中文 反正那時候就是 呃 欸我現在 我以前拍照模樣的樣子 我現在這樣會不會太大辣辣了一點 不會欸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 欸其實我真的沒有看出來你是欸 我每次合作藝人社我都會猜他是不是 然後你是我完全連猜都沒有猜的人 等一下我是要想問說我的臉現在會不會變得很胖啊之類的 還是我問一下 我可能要看下上身拉起來 比較準 哈哈哈哈哈哈 我還是就是有保持運動啦 所以應該積為三個 那很好啊 畢竟你是gay 哈哈哈哈 我要講我跟我老公的時候就是我們認識就是跟我朋友聚晚餐 那日本人就很會喝酒 所以他就喝了很多酒 因為可能就是第一天認識他也害羞之類的 然後我們就要回家 然後我要回家的時候我就說了一個地鐵站的名字 我就說那是我的飯店這樣子 然後我老公就說啊 他也是那個地鐵站 然後我說真的還假的 我就說真的還假的對不對 對啊 然後呢 然後我想 我就想說他可能只是想要送我回去之類的 可是因為他不會講英文 然後我也不會講越文那時候 所以我們就 好吧 可能就是用google翻譯這樣好 我就想說可能就是他想送我回來 但是他表達不好 然後就是表達說他也是住那邊這樣子 然後結果就一起我們就坐了地鐵 然後就到了那一站 然後他真的住那一站 然後我的飯店在他家的旁邊走路不到五分鐘 好命中注定 然後呢我們我準備要上飯店了嘛 然後因為我隔天就要飛聖田機場 然後我就要出愛玩客的外景 然後他就在公園 然後他 anyway我不知道他是喝醉還怎麼樣 我後面有問他啦 其實後來只有我問他 因為他就是用很醉的這樣子 然後就跟我講說 明天明天早上你幾點的飛機這樣 我要去機場送你這樣 然後我就說我明天很早很確定嗎 然後我說明天八點飛機這樣 然後他就真的八點到我飯店 等一下你在愛玩客時期我們有出去吃過麻辣鍋 你為什麼沒跟我說 你也沒問啊 你要給我一點Hint好嗎 你也沒問我幹嘛 我突然間一講不正話 所以Doris知道這件事喔 我跟你講Doris 他也是來到日本之後 我就跟他說 你要見一個人 我男朋友 所以他本來不知道 也不知道 你連Doris都可以騙你太厲害了 不是因為我平常我也不會去 我沒有特別的去裝一個異性戀的樣子 但是我也不會想要特別去演一個 我知道啊 因為你就應該是說你行為舉止讓我們沒有發現 沒有任何蛛絲馬跡去思考到這件事 我覺得你要修飾你這個語言 什麼叫怎麼樣 同性人的人就應該有同性的一些什麼特性 沒有啊 沒有啊 我是說只是蛛絲馬跡 不能講蛛絲馬跡喔 那你講一講你跟我第一次見面的蛛絲馬跡好了 喔 我那時候會想要跟你合作是因為 我看你那個游泳的那張我覺得很帥 你記不記得是哪一張 在 在一個類似海洋裡面 然後你好像是做了一個夜還是什麼的動作 那一張很帥 對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給我一堆照片啊 那時候就給我一堆 那時候就給我一堆 有啦 有一臉啦 可是就是 手長腳長 然後很 很 反正就是很青春洋溢 然後我就說我想要跟他合作 然後就說 他 好像沒有什麼演戲經驗 我就說 沒關係我們先見面 對啊 結果就覺得你眼睛很好看 對不對 你記不記得我說 我跟你見面以後 我覺得你眼睛很好看 嗯 因為我不知道 其實我不知道你們是怎麼選角選到我的啦 所以我還想說是不是 嗯 公司跟公司的高層 失一些壓力啊 沒有啊 什麼什麼的 所以 沒有啦 開張照片然後你就選了我 對啊 他們就是會給一些藝人的餐 就是等於是照片 然後讓我們選 我們覺得適合那個角色的人 然後我就喜歡你的照片 對啊 可是他們就會想說 那要見面啊 聊啊 看你是不是真的可以完成 因為那時候 你的演戲經驗還沒有那麼多 可是我就說 可是他的眼睛很好看 因為我覺得你眼睛很好看這件事情 是會讓觀眾 因為眼睛是靈魂之窗嘛 對不對 觀眾就會很容易 理解你腦袋想的東西 對 所以那一場也不是有一場你抱著那個 森俊然後哭 然後大家很喜歡嗎 那一場 記不記得 其實 其實我不得 我現在講會不會很 很毀滅一些粉絲們的那個 夢幻泡泡 其實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整個拍戲的現場是非常專業的 我跟森俊只有認識七天 我們兩個每一個動作都是設計出來的 每一個流淚 每一個接吻 都是我有我的情緒 森俊有森俊的情緒 我們是非常專業的鏡頭語言 去拍一個出來 但是你們看起來是非常愛的 但是這個東西都是經過很多大量大量的訓練的 不是說今天導演一說action 我就突然間爆淚 沒有這回事 對啊 但是我覺得演員 演員厲害就是在我們不斷的換鏡位有沒有 一個鏡頭跟鏡頭之間可能要換20分鐘 你們還是可以keep住那個情感的部分 或者是說你們至少他流淚 然後你的反應shot 我覺得他們可以被你們的表演觸動 即便在一個我們這些東西是拍攝出來 它還是一個蠻真實的狀態 至少我每次看的東西 我都覺得我拍的不是純粹的劇情片 我覺得我在拍你們年少的當下 這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你們很純真的樣子 你們那時候對演藝圈都這麼的 應該是說抱有一個夢想 你記不記得我們那時候都在講說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做得多好 然後講說我們要多努力讓它成為一個電影 然後最後也真的去日本播了 就覺得很棒 因為我們的整個預算什麼其實都非常的結局這樣 有人說生俊上勝 真的嗎 你去給他看一看 我等他按加入我再幫他加入一天來 好 好那導演你是不是應該要 你還沒講完啊 就是你第一次跟我見面之後怎麼樣 見面之後 我很喜歡你很容易觸動 就是我們那時候在 穿衣間 你記不記得我們在訂裝的時候 然後你就跟我講了你家的狗 邊講邊哭 你知道我那時候多開心嗎 就想說這個演員好能哭喔 欸導演你怎麼這麼有騙 那當然是演出來給你看的啊 真的嗎 演得好 那當然是演出來給你看的啊 因為就是當下其實我知道我要去面試這個劇本的時候 其實我當然有先看過劇本 那導演你知道你選我的時候 我也是已經受訓一整年的戲劇訓練 所以我也大概知道說我要怎麼樣去面對導演 在選角色的時候 在面對你的時候我有偷偷下一點功夫 喔 下次不用那麼麻煩 直接塞錢給我就好 哈哈哈哈 例如看你的時候眼睛放一下電啊 然後講一些話 但是我覺得很好啦 我覺得在整個拍戲的過程中的最開始 然後導演選到我 我也非常非常的開心 然後因為我也很驚訝 因為我第一次拍戲 然後就可以拍到男一 然後 雖然我們拍戲的過程真的是 其實已經幾番波折 但是我覺得還是就是把這個作品完成了之後 然後我們也就是心目中希望可以到海外去 然後結果真的海外這麼的喜歡那部電影 然後到現在 聲俊進來了沒 好像很多粉絲說聲俊要按邀請了 對不起喔 聲俊哥 我找了一下你 在哪裡 他等會一進來一定會講說 我要你眼裡只有我 想相信 等一下 不是啊 我找不到聲俊 喔看到了 欸我們現在是國際版欸 喔 天啊 等一下我先開個濾鏡 我剛才說 欸我都沒有開濾鏡 你開什麼濾鏡啊 你開什麼濾鏡啊 因為我比較老啊 哈哈哈 欸你還是藝人喔 不好意思 我現在已經很做自己了 對不起 嗨 嗨 欸我看不到任佑辰欸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你眼裡有我吧 這個是 我退出再進來好了 等一下 我想要挖鼻孔 我先挖一下 你可以 時間消失 哇 那 那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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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要跟他對話了 我要說空幫忙吧 尤abil啦 阿發 second video Now I've heard of Cure oh sa Ô A 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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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ing까 G 他可能又進去又出去吧 我不知道 你不要開 你是不是開黃槍嗎 IG開黃槍應該不會踢掉吧 拜託留直播 我不行留直播啦 我這個直播台 我一直 你幫我 導演你跟我講喝慢一點 喝慢一點喔 所以你還沒有結婚 你現在以法律來講還沒算結婚嘛對不對 其實今年我們就是要結婚 但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因為疫情 對 你明明回台灣啊 我可以介紹你一大堆同志朋友 同志朋友我多的咧 我終於看到了 嗨 哥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剛剛在做飯 所以 對 我剛剛也在做飯耶 但是我老公做了 等一下 我剛剛是有錯過了什麼嗎 對 剛剛有一 就他剛剛跟我講了一件我還蠻shock的事情 我看到大家下面祝福是怎麼樣 你跟Diamond在一起喔 怎麼可能 有一點重口味耶 我有點嚇到就是任又成突然出現在Instagram 然後又咬我 所以你們要公佈什麼東西 就是要拍著魔二阿 真的假的屁阿 真的阿 不知道你有沒有Diamond 但是我 什麼 Diamond真的嗎 就是他現在想要拍一個 但已經翻篇了就對了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他想要拍一個著魔的那種實際錄影節目你知道嗎 就是他就直接放一個攝像機在家裡面 然後我們就在裡面生活就這樣而已 你說我跟你還有不同嗎 可能 可能是我跟我老公 可能是我跟我老公 然後你可能再找一位 我跟Diamond阿 那誰架進去阿 我們可以自導自演阿 等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直播是世紀大合體對不對 對 大合體 你們在聊什麼 其實我們從那時候記者會以後 我們好像就沒有三個人一起了耶 因為我就飛來日本啦 對啊 所以你知道我每天IG的私信 然後大概100封裡面大概有40封是問 你跟Teddy在一起嗎 你們還在一起嗎 你們什麼時候合體 為什麼你們不互相關注 你們是不是朋友了嗎之類的 因為 好 然後我大黑 沒有啦開玩笑的 沒有我要跟粉絲講 沒有我要跟粉絲講 我自從就是來到 我剛剛前面有跟導演講啦 我就是來到日本宣傳我的電影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日本認識我的老公 所以呢我就認識我老公之後 我就回台灣吧 曾經有聽到Tewall了嗎 曾經有聽到Tewall了嗎 就是他說他結婚嗎 啊 老公喔 所以是在台灣合法結婚嗎 我們其實去美國登記 然後只是差一個台灣的登記而已 難怪所有人一直問我說 任佑誠為什麼一直在日本 我說 好I know 而且你知道我去過日本喔 我去日本的時候 他還跟我見面 然後跟我老婆一起 然後他都沒有跟我講這件事耶 就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情啊 為什麼突然間就結婚了 沒有耶 因為我跟我老公是五年前認識的 然後認識之後 我就回台灣把大學念完 念完之後我老公就飛 我們就兩邊飛嘛 他就常常飛來台灣 然後飛來台灣我又飛去日本 他又飛來台灣 我們就這樣飛來飛去 然後 然後 最後一次飛來台灣的時候 我老公就把他爸媽 整個都帶來台灣 跟我爸媽見面 然後就雙方 雙方家父母就在美華飯 呃美福飯店就 做 做兩排這樣 然後就吃飯 真的 兩邊都不會講話喔 兩邊都不懂語言 因為我爸媽不會講日文嘛 那 他爸媽也不會講英文 所以就是兩邊都不會講話 但是默默的吃了一個家族的飯 所以吃了那頓飯之後 然後就 我爸媽也很照顧了 我們就回來日本 然後我爸媽就在日本東京買了一個 新房送給我跟我老公 就你現在住這一間嗎 對 我只能說 難怪你的日文學那麼好 Diamond你有嚇到嗎 剛剛在聊他老公 當然有嚇到啊 因為我以為他是直的啊 你為什麼會這麼以為呢 你也沒跟我講嗎 奇怪你現在是怎樣嘛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哥哥哥 Diamond一定不知道 但是哥一定知道 等一下 我等一下先 好 哥哥你講 這個直播 是有要上新聞嗎 如果有要上 等一下 我不會講你啊 等一下 為什麼這個直播會上新聞啊 你要發新聞稿嗎 不是 因為現在是 因為我知道的東西太多了 你現在看我 你現在看我太衝了對不對 不是 因為我現在 我現在 我在講什麼 因為我 你紅酒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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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跟你說 我今天開始戒酒 戒酒一週 我真的是今天開始 對 沒有因為我知道 太多了 他已經一週還好啦 可能三天啦 他反正就是今天看見 然後 然後因為我知道的東西太多了 但是因為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在劇組的時候 我都不太在講話 然後我也不太會懷 所以我就是默默在那個角色裡面 所以我就什麼東西 都 假裝 就在旁邊就是 就這樣你知道嗎 就看到任何人講什麼 我就 然後 因為 任何人他一直都有做好功課 就是他私底下 他會 他會在開拍前 找我 聊天 然後但是 聊天的那個過程 會讓我覺得就是 他還衝殺小 OK 反正隨便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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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你都結婚了 OK 對啊都結婚了 對 因為有一天就是 沒有 那時候我還沒有結婚啦 你那時候 不是我 反正現在你都 哦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現在就是要聊當年勇啦 哦 當年勇 OKOK 你要不要我先 我覺得現在粉絲這樣超嗨的耶 對 一直在 一直在那邊 我們要不要分 我們要不要就是 就是 翻譯一下 給 給國外粉絲知道我們在幹嘛 太累了啦 我剛剛開過 欸 拜託 翻不完好不好 對 各種各自各國家的人 對我跟你講 我剛剛有偷看他直播 他超兇的 他跟人家講說 你們都講英文 我這樣子就 好啦我現在不開了 你們都講英文 OK 不是因為我 我講英文不是不行 但是還有韓國的 然後還有馬來西亞的 還有什麼一堆的 印度 印尼的 我講不完 一件事 到時候他們把直播放到網路 自己會找字幕組翻啦 你不用擔心啦 對所以直播要留喔 等一下 我在 我在倒零酒 對我跟你講 你真的很融入日本文化 喝很多欸 我跟你說他真的是醉了 他明天 我們現在要不要錄屏 然後讓他明天看一下 他一定會三直播 他就是秒三網 欸我也是欸 我從來不留直播欸 因為我就是每次在直播 就是會爆料各種東西 好啦我推這一支啦 我推這一支好不好 推這一支 好好好 OK 我老公我老公愛的 不是我愛的 Anyway guys we are talking about Teddy Teddy He has married Congratulations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OK 所以 我剛剛講到哪裡 So don't ask me again Why I leave a Japan Because my husband is Japanese So I leave a Japan Always 來吃 而且他 而且他現在的英文很日本欸 對啊 對啊 就是 Because I know at Japan shido 一直聽 日式英文聽太多 有時候都改不過來 因為你講 好 我不講重點 講重點 我說就是 有一天 我在家 凌晨大概 4點 還是3點吧 然後 任本就Line我 然後 他就說 哥你睡了嗎 我說還沒 怎麼了 他說導演讓我們做功課 導演叫我來找你 然後 他讓我們培養感情 我說 可是現在幾點呢 他說4點 然後我說 那我要睡覺了 他說 不行 你要陪我聊天 我說我不要 然後他說 那你陪我聊天嘛 我說我不要 我說我真的想睡覺了 他說那我視訊你 我說我不要 我沒穿衣服 他說沒關係 你看我就好 我不看你 我說我不要 然後他說 他說 他說 不然這樣子 我現在開車去接你 我們去山上看星星 我說我不要 哈哈哈哈 一晨4點看星星 抓小 我說我不要 然後他就一直打 打了一直打了 然後 我說好的好的好的 然後因為我全裸 然後我就 我就用那個我的背就 裹著 然後我就把手機放在床上 然後我就看天花板 然後我就說 我真的要睡了 然後他就跟我分享他的事情 然後他就說 其實他很開心 什麼認識我 然後認識導演 然後什麼什麼 然後就是 然後過了一個小時 我被我自己的打呼聲嚇死 就是 我就 欸 然後認識他還在講 然後他就說 欸跟你剛剛不在講嗎 我說 應該是吧 哈哈 然後他說 那你剛剛都睡了一覺 那我現在帶你去 去看星星 我說我不要 哈哈哈哈 我說 五點了 看什麼星星 早上欸 哈哈哈哈 也神死 然後 不是 我完全記得啦 我完全記得 記得記得記得 然後然後你記得 就是有一次我們在 我朋友的 BOBA 就是紅酒吧 我在嗎 你 你約我好嗎 喔對 所以BOBA是隔天而已 隔天 然後你說 我是不是 完全斷片 對他說 欸等一下等一下 喝酒不好 大家 不要喝酒 喝酒不好 少喝好不好 沒有 然後他說什麼 我說我不要看星星 然後他說 好啦好啦 那你去睡吧 我說我真的要睡了 我就把他掛掉了你知道嗎 然後看一下五點多了 然後他就 他就LINE我 他就說那我們明天去吃飯好嗎 我說好的 那我們小桌兩杯好嗎 我說喔好的 然後我就怕他 然後我就不知道他要幹嘛 然後他說我明天有個驚喜給你 我說 我們吃個飯就好了 不要有任何的驚喜 他說我不要 我一定要準備一個驚喜給你 然後因為我真的很怕熱忱 做出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來 所以我就約了我朋友的BOBA 因為那裡所有人都是我朋友 老闆啊什麼 服務員都是我朋友 我想說如果認得成 他如果 弄了一堆氣球 或者是一堆很可怕的東西 我至少可以就是 讓老闆不要給他進去你知道嗎 然後呢我就去了 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我就前我朋友留一個 比較安靜的位子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在後面的小花園 然後就在那邊 然後我說 嗯 怎麼了 他說我們培養一下感情 我說 不用吧 我說 他說好 那我先跟你自我介紹一下 他就巴巴巴說了很多 然後 他說我有 我今天有帶一個驚喜給你 我說 驚喜依然有就對了 完蛋了 等一下等一下 這一段我完全斷片耶 然後 完全沒有記憶耶 然後 然後他就掏了一瓶酒出來 他就掏了一瓶 好像是白葡萄酒 然後他說 這個是給你的驚喜 然後我說 有什麼好驚喜了 你幫我嚇的就是 我說 你來我朋友的酒吧 送我一瓶 你自己帶的酒 然後你說這是驚喜 我說我們喝他 我還要開瓶費耶 哈哈哈哈是 然後 我就很怕他後面又來一些什麼 氣球啊 還是人型娃娃 是這種 這種驚喜 然後我就請我同事 想說 等一下你如果看到任由程 有什麼 怪的舉動 你趕快幫我帶走 然後 後來就沒有 然後認了程就說 哥 你喜歡喝酒 對嗎 我說我喜歡小桌 我喜歡喝紅酒白酒 然後 他說 其實我很少喝酒 是因為 要陪你喝 所以我就會小桌兩杯 他說乾杯 然後他就倒很滿 然後他就這樣乾 然後他整杯就乾了 我說 可以不要講嗎 其實很想喝 其實超想喝 然後 然後 你知道 重點了 重點了 OK 那個對話內容 因為我們好像聊了幾個小時 但是有一些 廢話內容 我就有點忘記了 但是我印象 很可思 任由程跟我說 任由程說 可以講嗎 可以可以可以 反正也沒有什麼 也無傷大癢 那有人說 哥 你知道嗎 我說怎麼了 我的學校很多女生喜歡我 我真的非常困擾 然後他說 你教我怎麼擺脫他們好嗎 我跟你講 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就很生氣 我說 這個小朋友到底是在幹嘛 他 他 因為當天 還有我的那個 我還有 胖 mel 胖胖 胖胖 胖胖胖胖胎 Then 助理助理助理好 Drucker Nacht 喔 他就說 哇好困擾喔 然後 然後我就跟任由程說 我說 任由程 你不要假掰 你應該是喜歡男生的 然後他就說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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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超喜歡女生的 等一下你Gay大落強啊 你怎麼知道 他講那個你就知道 不是 呃 對 他怎麼知道 你就放心 你不要問 導演 我以後要講秘密 我知道我要問 我要告訴誰 他真的是很厲害 他怎麼知道 你不需要問 我覺得那是 就是Bernet是可以幫人家保守秘密的人 因為我也跟Bernet有很多次聊天 他沒有跟我說過這件事情 我誰都沒有 我誰都沒有說 因為我覺得那個 對啊 因為我們都不會講這件事情啊 嗯 就是很多人 而且著魔播出之前之後 然後現在有很多人問我就是 欸 你著魔也那麼好 然後你跟熱舞城感覺好像情侶 那你是Gay嗎 我說你有要嫁給我嗎 我說還是你 要保養我嗎 如果你要的話我可以開個假 然後我就可以試 你知道嗎 就是 對 然後熱舞城就 蘿莉巴說說了一堆就是很多妹妹喜歡他 然後他好傲腦 很想拒絕 然後不知道要挑誰 然後我就 你為什麼不給他一巴掌啊 我欠揍喔 我很想 我真的很想 我整個斷片欸 對不起 我整個大斷片 還是你其實已經被打了一巴掌 你現在腦子很大 我可能那時候被他打一巴掌 全部都忘了 大斷片 我剛剛到底說什麼自己都不知道 對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就是 感覺我自己很想醉了 你知道嗎 然後熱舞城就說 你知道嗎 他就說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我喝酒 我會吐 我會吐得滿地都是 而且我說 你不要在這裡吐 我說這是我朋友的店 他就說 我覺得有一次我回家 然後我的誰誰誰 我的保姆還是誰 然後我就吐在他身上 之類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熱舞這個人太Amazing了 就是之後他Line我的訊息 我就是已讀不要回 然後如果有電話打進來就轉接客夫人耶 欸 哥 我想問一件事情 這個是我們開拍之後還是開拍之前 應該是之前吧 開拍之前 因為Diamond叫你跟我好好培養感情啊 喔 所以開拍之前你認識我這樣子 然後到播出看到我播出的那些整個寒情默默的樣子 你應該就很想吐吧 還是你就覺得你是專業 寒情默默喔 我覺得他這期就跟他剛剛跟你說 他有很多女生喜歡他一樣 你就不知道怎麼回答啊 等一下 我跟你講 我可以報到蘋果日報 明天再刊登 你知道嗎 我還有那麼多嗎 我都已經在騙了 忘記太多事情了啦 太多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其實從認識到拍完也只有兩周的時間 對 其實我們沒有時間去認識彼此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劇組一直跟我們說就是 你們只有七天拍攝喔 你們只有七天拍攝喔 劇組就是講說我們沒有錢 沒有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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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沒有錢這樣 對 然後然後就說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我盡量的就是把我們可以的東西去把它做好 但是其實中間我是還蠻討厭任由成的 因為 沒有 我也感受得出來啦 其實我們自己都知道 我們自己心裡都知道 我們兩個在合作的當下 對彼此心裡都其實不是那麼舒服的 但是我們都只是在把工作完成 沒有 你 沒有 我跟你講有兩個點 其實我有跟Diamond講過 然後劇組高層人員們也有來找我聊過 然後其實因為我當時說就是 首先你沒有演過戲 所以我覺得合情合理 就是因為你還不知道劇組的情況 然後再來是因為 因為我們真的只有七天 然後所有的配備也不齊全 然後導演機也很壓力 製片方也很壓力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更 因為所有 因為你是新人 然後這個動態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然後所有人都跟我說 說森俊你要帶好任又成 然後我們只有七天 然後我們沒有什麼預算 然後我們怎麼樣 然後我們怎樣 然後我當時就說 其實我壓力蠻大的 然後再來偏長 因為任又成是一個很頑皮的小孩 所以然後又 之前又在開拍前 又在酒吧胡說八道一通 然後我就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小屁孩 對 然後呢 Anyway Anyway 我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劇組 就是跟任何人生氣 或討厭任何演員 即便對方可能很過分 但是有一天 就是我對任又成發飆了 就是我真的很生氣 然後我跟他說 你如果要鬧 你自己關在廁所裡面鬧 你不拍 全主不要拍 然後我就 不知道 扔了一件衣服還是什麼 再扔了一件衣服還是什麼 再扔了一件衣服還是什麼 然後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你知道 我要跟你爆料一件事情是什麼 嗯 你說 所有的工作人員喔 這樣子欸 然後我其實當下 你知道我在做這個舉動之前 我其實有想過的 因為那個時候可能 真的因為我們拍的時間太短了 所以沒有辦法 很快的去接觸那個情緒 我覺得是可以體諒的 但是其實也不至於到 我會想要去發飆 但是因為我忘了是誰跟我說 就是生氣我們真的來不及了 你幫你嚇他 然後我就想 那我就看了一下那個劇情 這邊是你要很害怕我 然後你要很怕我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當下正好 我就生氣了 然後我就這麼對 然後 你就真的很怕我 然後 反而 對於任由成 的裡面那個角色 我覺得幫助很多 然後後來就 然後我說 我說就是 你這樣不是對的 我說可是我很內疚 因為畢竟 我真的沒有 我沒有 我不會想要罵人 而且我覺得這樣子 好像有點太欺負 所以我私底下有跟Diamond 過那個時候 我說Diamond就是 我這樣子做會不會很過分 他說 沒關係 按照你的方式 他不乖你就罵他 我說OK好 我覺得其實 我比較喜歡的是 現場的 情況是好的 就是工作人員和睦 但是 有時候演員因為角色的關係 就可能 你們兩個一開始的戲是 一直不斷的吵架 那我們在開設的狀況 我覺得在那場戲 如果你們有那樣子帶路是可以的 對 對 但是我當然有感受到你們之間的一些小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啊 其實我真的覺得 這些東西都是一個很好的記憶 我自己是喜歡的 就是尤其是今天我們討論出來 因為其實 就是我跟你們都有認識 就是 我跟Bernet 她來台灣的時候 她來找我 然後 但是我們就都沒有三個人 然後或者是我就是 我去找任何人 然後我就好像是我明明 其實以導演作品來講 招摩也是我一個很重要的作品 所以就好像我們就是 一直有在一個關係裡面 然後我就有點像是 跟你們都有關係 但你們兩個還兜不起來 可是今天就大家好像 就兜起來了 我覺得這樣很好欸 以後可以去彼此告別式之類 這樣子大家會不會覺得說 我覺得這件很不合啊 其實我們就真的不合 不合 不合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 我們還是可以把戲拍完啊 這個很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大家喜歡招摩 就是看起來好像不合啊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還是有很多層次在裡面 對還是有好玩的事情發生 我跟你講 你真的要謝謝Diamond 因為Diamond 不管是戲裡戲外 在台上台下都幫你說了很多好話 真的 不然那場掐你的戲 我就真的會把你掐死 哈哈哈哈哈哈 欸我記你們都是記好的欸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在記者會 你們記不記得 我們不是三組人嗎 嗯 然後不是要親Pokey那一場 嗯 他們就要做一些活動 然後其中一個親Pokey 然後我還記得那時候 就是你知道賴東閒他不是很壯 他一下就把另外一個對手抱起來 然後好像是本人要 好像是森俊要抱任佑成對不對 對 我記得那個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可能抱得了 因為任佑成就很高嘛 然後結果你就把他抱起來了 哈哈哈 然後而且你們兩個就完成 我們那個比賽 我們三組人 我們是第一名對不對 我就覺得哇 你們兩個真的是很努力欸 你記不記得 你們記不記得 這個還好啦 這個小事情 這個沒什麼 你就贏了才這樣講 你那時候多想贏啊 曾俊OK啦 我 欸我也不中啊 中 哈哈 哈哈 我那時候超瘦的欸 我那時候拍戲 因為 我那部戲 呃 我那部戲有很多很多裸露的精度 裸露 對 所以我那一段時期的延時控管 是控管到我180公分嘛 所以我的體重那個時候是降到52公斤而已 然後到拍 拍戲的過程之中是完全幾乎 就是就是眼水不淨 只淨那個水煮蛋嘛 對 你那一陣子拍的那幾天都吃水煮蛋 他是啊 就是就是為了讓 對啊 讓身體保持很鮮細很鮮細的樣子 那時候七 拍七天你第八天好像就解禁了嘛 你就正常吃 對 我幫粉絲問一下就是 就是當時你在拍裸戲的時候 發現你身上有很多那個草莓 所以你那個時候的草莓是怎麼來的 我要澄清一下不是我種的好嗎 所以你那個草莓 我要澄清 我澄清一下 我澄清一下 那個不是草莓 我有我本身有氣胸 所以我身上的兩邊 有兩個那個是氣胸的洞 而且我記得我們床戲拍兩次嘛 就是因為你的身體很容易就會有那個紅色的痕跡 如果生菌碰你 就很容易紅 然後我們就想說 一定要幫他很快的完成 是因為我們不能夠讓你身上就是好像 欸怎麼一脫衣服然後全部都是紅色的那個 那個痕跡 對對對 因為張靜騰太猛了 哇我第一道菜煮出來了耶 什麼 我老公煮的第一道菜出來了 你們還沒吃喔 我家都是囚子 怎麼這樣子 所以你要我們再聊更刺激的嗎 我們先聊一下你們現在在忙什麼好不好 你們最近在忙什麼 喔好啊可以啊 曾鈞在忙什麼 我覺得我好像我一講什麼大家都會嚇一跳 你又幹嘛了你 我們先問生菌這件忙什麼 我知道生菌好像最在忙眼鏡的事情 對我因為我其實一直我絞模之後我就去了北京 然後就我就在那裡發展了幾年 然後我去年2020年回來 然後就碰到疫情然後我就沒有辦法回去 然後就一直到現在 然後中間我就成立了我自己的護膚品 然後也是台灣的品牌喔 我們的所有的流水線跟品牌配方都是台灣的 因為我就是 對啊以前在台灣嘛 然後我今年就覺得說 好像可以來玩一些我喜歡的東西 然後我最近就弄了一個自己的墨鏡品牌 對然後在因為很多人以為我開始彈出演藝圈了 其實也不是啊 只是因為我覺得我好像在演藝圈有得到 有達到我自己想要的那個方向了 所以我現在開始也在轉幕後的一些東西 其實這幾年我一直有在去規劃 你問Diamond也知道就是我這幾年也有在規劃講說 就是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拍一個著魔的電影版 然後但是因為最近市場動盪嘛 所以就有一點難 但是我並沒有就是停止這一切 因為我還是要 因為我覺得當時著魔真的太多遺憾了 不管是整個拍攝時間 拍攝的整個配備裝置都很普通 所以我一直想要就是去完成一個 比較高配版的電影版 然後最近這幾年了 開始有轉幕後的時候 有一直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所以所有粉絲希望以後 有十年可以看到就是大家再合集這樣 因為其實我跟森俊碰到的時候 他都會跟我說 他每次都會聽到好多粉絲敲碗著魔 然後他就說已經敲了好久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 他可能可以想什麼方法找誰找誰的 就是我們都有在談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啊 因為就是我們當初在拍著魔的時候 其實就有一個默默想要讓他可能是電影版的 對 對 很多東西可能粉絲也不知道 就是可能 因為我們如果要延續所有的東西的話 其實有很多版權的問題 所以不是說有錢就可以拍 或是團隊到齊就可以拍 其實讓馬團隊是不難得 但是幕後的一些籌備的話 會需要很久的 比較麻煩 有人說 有人說佑誠老公會答應嗎 電影版 他有沒有說要找我拍 我剛剛不是說 他們會換小鮮肉啊 欸我那個時候年紀 你現在是怎樣 你現在又演哪出 你真的是內心戲很多的人欸 不是啊 搞不好你 搞不好你現在演了 我那時候演 可是我如果 我們再玩幾年演 我就快要30了耶 還適合脫毛 你覺得30是怎麼樣 我多兩個 我多三個月就30而已 我 他就是想看 比較成熟版跟著魔的話 我覺得OK啦 我可不要拍成著魔之 什麼大叔之什麼都 沒有 結果我是 結果是我們兩個的孩子 然後再拍這樣子 我覺得你們兩個 還是可以演正常版的 你們兩個還沒到那個年紀 不用擔心 沒有 我以為哥是想要做 他是想要做一個 製作人的概念啦 然後只是說 掌摩電影版 但只是說 像 新版的流星花園 有沒有 全部是換成年輕的新演員 的概念 我以為是這個 沒有我就是要彌補一下 當時我如果盡可能可以還原 當時說的團隊更 嗯 我很願意啊 當然很願意跟人家合作 更成熟的合作 還是你 那你負責去彈日本版權好嗎 你現在是日本在地的 沒有我剛剛想要問 還是現在被 在被孕啊 所以他不能參與 很願意很願意 對啊 而且我跟你說 如果換演員 或者是有什麼的話 肯定被粉絲掀翻 掀翻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東西 這個IP 對我們以後來講 真的往回看都會希望是遠班人嗎 畢竟有那個革命情節在 就是我現在在拍這些演員 我都沒有那個革命情節 因為他們看到了我跟 當初你們看到我是不一樣的 對啊 所以我們是有革命情節的 對啊 不一樣啦 而且我覺得 而且我覺得 如果陳現在結婚了 他應該比較成熟穩重 所以我覺得 我還蠻開心 就是他成家立業的 對啊 什麼成家立業 我是 我是嫁為人夫 對啊 嫁為人夫啊 就是成家立業啊 沒有啦 沒有啦 我老公是很有很有責任 很有肩膀的人 所以 你老公是怎麼星座的啊 我好好奇喔 我不知道 我不care星座的 這假的 所以你不知道 我也沒有問過老公什麼星座的 我只知道他7月7號 我只知道他7月7號生日 蛤 巨蟹座 巨蟹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星座啊 好啦他就是巨蟹座 對 就是 他是好人吧 就是 其實做得很好 因為我也是 對啊 所以你有要 你有要讓他上鏡 給粉絲瘋狂一下嗎 他不要啊 他不肯啊 他是很低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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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吧 對啊 那 是那種非常非常低調低調的 他很低調的 沒有沒有說不出櫃或幹嘛 他還是很 很很很 很 尊重我的決定 跟我想要幹嘛就幹嘛 只是 他比較害羞 這樣子而已 那你回台灣的時候 疫情過了你要不要來找我們啊 當然願意啊 對啊 來找我們 我上一次 我上一次回台灣 欸 我上一次回 我前幾年回台灣的時候 我老公都有跟我回去 我們在路上也有遇到遇到一些粉絲 所以那些粉絲 旁邊那個人就是我老公 哈哈哈哈 那盛俊最近不能來台灣對不對 你們現在封城對不對 我們現在封國封城 而且近 近期不可能出去了 嗯 打疫苗也不能嗎 不行喔 我們每天都五六千五六千 確診 可是我發現台灣現在有些人會 就是飛出國打疫苗 所以像如果打了疫苗或者是 飛出國都不行 不行欸 馬來西亞現在很嚴重 所以 沒辦法 不管是出去還是 好好的在家裡注意安全欸 真的是 不要開玩笑 這種 這次的 病毒 而且又一直轉換那個 我們不要變新聞節目好不好 我們是很娛樂性質的 娛樂在哪裡 我們是一次的節目 等一下 老公跟Sendream誰比較帥 好好講話 哇 這沒有看到老公怎麼比啊 他們說要看背影欸 可以嗎 你叫他轉過去啊 這裡反面いいですか 反面だけ あなた あのこの感じ あれを聞きます 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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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欸 他 正面啦 而且 而且 而且是 看不到欸 你叫他 背影 背影 對 背影給我們看 皆さん 還沒みたい啦 もう一 こっちか 我嗎 はいはい 他 比你大很多嗎 我們一樣大 我們一樣大 九 他就是很標準的 很標準很標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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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什麼 日本人 好了安靜囉 欸 欸他自己轉過來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很帥啊 很帥啊 我覺得他有想要跟我們加入 是你不讓他喔 不是 他聽不懂我講什麼 他聽不懂我們講什麼 我只想要過來過來而已 我 他明明就想要上來 我覺得是你 硬不要給人家 欸 等一下為什麼他這邊顯示說 剩餘1分40秒 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可能要問孫俊 沒有 我不知道欸 1分40秒是怎麼樣 是不是因為你有另外一個直播 所以他在提醒你 你有另外一個直播是什麼 你要去哪 他因為他剛剛有跟我說 他有一個直播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設定什麼 等我一下喔 對啊 老公很帥啊 啊你啊你啊 你啊你幹嘛幹嘛幹嘛我自己走 你們就沒事的 你們看 多鏘 所以我真的沒有說 Co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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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 欸他 他們應該不會就這樣子 然後就吵架了吧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 他煮 他煮 煮晚餐 因為平常是他媽 他媽會煮 他媽煮 他媽煮 我們住 喔他們說直播現在只能限一個小時 如果結束 掰掰 喔喔那掰掰了 剩25秒了我也沒什麼好充電了 好那這樣喔 今天夠勁爆了啦 大家好不好 不要不要 不要那個 那個什麼 他講什麼 不要留是不是 不要留 不要留 你可以留啦 你可以留啦 太勁爆了 不要留 好掰掰 謝謝你們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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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